我们这是密接回来的 我家有个确诊的 他们进来给我们消杀 现在我家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网上视频显示 一位密接者被隔离回来后 发现衣服 窗帘 被褥 冰箱里的食物等等都不见了 家中6000元人民币也不翼而飞 他找社区和户业 还有负责消杀的部门都没人理会 我真的都气得发抖了 我买的油 米 来 全部都没了 花钱买的东西 全部都没了 另一段视频显示 一个女人隔离回家后 发现地上一片狼藉 花钱买的东西都不见了 气得她痛哭失声 还有视频显示 多个大白进入被隔离人员的家中 对所有东西 包括冰箱里的食物 喷下消毒水 食物随后被扔掉 江苏省徐州市孙宁县宣传部工作人员 坦言这件事发生在当地 强调这是经过专家指导后执行的 并声称把民众食物全扔掉 是一种正常的处置方式 另有贴文揭露 上海部分街道连健康人员也不放过 大白上门后 要主人离开 然后对着衣柜冰箱 疏除和床铺喷药水 该网友通知 这是什么科学理由和法律依据 比文革抄家还要荒唐 也有网友在微博转发有关 禁止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宪法条文 结果被删 新台人记者陈杰 李珊珊 周天采访报道